暴雨引发的山红几十年未遇 山红夹杂的沙石威力巨大 这是当时网友拍到的山红爆发的画面 非常恐怖 山红和黎氏流所到之处全部被摧毁 有人会问2020年这到底怎么了 你问我 我他们也不知道 越来越频繁的黎氏流和滑坡洪灾等等自然灾害 与我们人类的过度开采和城市开发有直接的关系 归根结底是人类的贪欲造就了自然灾害 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导致全球气温上升 南极和北极的冰川融化 导致海面面上升 那么这个雨水就会越来越多 可能这个洪灾以后会越来越频繁 再加上城市建设 修路 修下水道 贪污腐败 偷工减料 造成了发洪水的时候 这个排水系统直接瘫痪 由于近几年城市发展速度加快 导致山上的很多自然资源都被开采过渡 很多山已经被挖空了 当洪水山洪爆发的时候 那么就会形成三级滑坡 离石流这样一些自然灾害 最终倒霉的还是人类自己 我这个区里面看一下这个山洪爆发的画面 两旁的这个群众啊 就眼睁睁地看着山洪 把自己家园给淹没了 走 有天啊 道路 桥梁 房屋全部冲毁 好像末日来临了 快跑 跨走 快跑 跨走 跨走 天一号 天一号 跨走 跨走 这点啊 车子全部来了 跨走 很多老百姓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哭着喊着老天爷 喊着逃命 上演末日大逃亡 山洪不断地爆发 这个时候很多百姓的房屋都被冲毁了 政府赶紧派了一些挖土机啊 来运送这个百姓啊 保证人生安全 像甘肃 四川这样中国中部地区山区较多 如果发生山洪 肯定会引发泥氏流塌方 这样一些自然灾害 这些洪水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会给下游造成一定的危害 目前当地的百姓正在逃离他们的家园 因为他们的家园正在爆发山洪 黎氏流塌方这样的灾害 还是逃命要紧 真的是末日大逃亡了 由于道路被山洪和黎氏流阻断 只能先转移后救援 四川成都的暴雨洪水还在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8月17日洪灾画面 成都的洪水有多大呢 据报道啊 成都黄农溪古镇啊 洪水几个小时就慢到了二楼 二楼啊 水深达到了两米多 真是百年未遇啊 古镇变成了河道 这个古镇啊 每天会接待几万名全国各地的游客 那么这一次突然爆发洪水啊 导致多名这个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被困 再加上周边的一些道路啊 已经被洪水冲塌了 救援工作比较困难 除了山洪爆发 同样还发生了泥石流 这是当地的消防队员 正在营救被困人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截止8月17日17时,这个古镇一共转移了7033人,劝返了1800多名游客 洪水这么大还出来游玩,真的是不要命了 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可能随时会有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 当地的消防队员正在组织当地的居民转移,安全转移 说是转移,其实是大逃亡 我们来看一下8月17日航拍的四川成都古镇画面 水位持续上涨,已经快要慢到了二楼 现在当地居民正在大逃亡 这一次洪水太惨了,又是几十万群众无家可归 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已经快要慢到了二楼 一楼已经全部沉没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组织的大逃亡的画面 那据我们了解呢,在黄中西里头呢还有一些居民在里头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正在用这个冲锋舟运送一些物资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处的积水呢,路面它的积水是相对来说比较深的 那前方呢,因为是有一个坡,所以那边属于高处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面有非常多的人和汽车停在那里 那现在这个物资呢,也准备通过这个冲锋舟把它运送到那边去 那这里因为是高处,所以说没有积水 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到有很多当地的居民以及游客 正在这里等候,那据了解呢,是当地的政府呢 正在组织这个车辆,将这些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转移出去 从黄中西古镇转移出来的游客,有老人,有孩子 大家看到来接他们的请用大巴,一趟趟的开进开出 心里也都很踏实